益传媒创办人黎智英8月10日上午 因勾结外国势力违反香港国安法被警方拘捕 同时被拘捕的还有益传媒的另外两名执行董事 张建宏及周大全 然而8月10日至11日 益传媒的股票却不降反升 股价在11日报收1.1港元 较前一日狂涨331% 成交额达42亿港元 对于此次益传媒股价一动 华大政策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杨玉川认为 炒错是肯定的 不排除有来自境外的大资金入局带头 从交易的情况看 那肯定是有炒作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你平时一个业绩又不好 然后成交很淡静 没有投资者关注的这么一只股票 突然之间成交量增长到这么一个程度 那很明显是有资金在里面炒 普通市民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就是把这个盘子炒成这个样子的话 估计得要几亿的资金 纯粹这个黄丝的话是年轻人为主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钱 所以就说真正能够把这个盘子炒 有这么大的量 然后这么多的证券公司参与 所以他应该是有大钱在里头推动 对于大资金的来源 杨玉川称虽然没有明确证据 但从谁收益 谁值得怀疑的角度出发 和黎智英关系较为密切的反对派和英美大户可能性较大 8月12日 益传媒的股价在狂张两天后突然急卸四成 13日更跌至低位0.34元 较早前高位1.96元 狂减82.6% 对此杨玉川称 益传媒的股票大跌或与证监会的介入有关 8月11日 香港证监会发表声明指 以接获大量查询及公众对此事的整体关注 将与香港联合交易所一起 要求益传媒有限公司向市场及时披露 所有与其控制权 财务状况和运营有关 且可能对该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的未来发展情况及数据 并避免其证券出现虚假市场 杨玉川称 虽然目前证监会调查还未结束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的炒作都有可能涉嫌违法 若真的存在虚假市场 参与者或将面临罚款 禁止参与市场 深圳刑事起诉等后果